我認為川普當然他會在關稅上面 非常誇張的來推動 那當然最大 所以全世界經濟都受到影響 所以剛剛趙老師講 在APEC每一個人都在談說 川普這個震盪川普颱風之後 大家面對的是怎麼樣來善後的 這種準備啦 就是說到底世界準備好了沒有 但我看到很多人談法 歐洲來講的話並沒有準備好 歐洲現在亂七八糟 所以在這個事情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國家其實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現在他有好幾個事情 要靠中國大陸 因為要俄乌戰爭要停止的話 他必須要中國大陸跟他配合 中國如果不配合的話 中國持續在購買 這個俄羅斯的原油跟天然氣的話 他的那俄羅斯的晶圓就不會斷 那晶圓不斷的情況之下 俄羅斯的戰爭作戰能力繼續 會繼續維持 所以他一定要跟習近平合作 能夠要來徹底解決惡務問題的話 一定要中國配合 那中國不會配合他 因為目前來講的話 他們這個所謂的中俄朝伊朗 已經變成一個核心的一個集團 已經變成一個同一個集團 那這個集團的關係是 完全是一個協作關係的 綁得很緊 那川普要如何面臨到這個考驗 所以這個60%的關稅 他要非常快速的處理 然後同時跟台灣的打台灣牌 也會快速的處理 所以也就是說他的高壓的政策 會立刻會推動到北京的頭上 那北京會不會讓步呢 北京不可能讓步 北京一定反彈的啦 一定會有對應的作戰措施出來 所以北京也有這些相關的做法 就要把所有他自己的一些生產的人力 以往比較轉向到比較落後的國家去 像前一波是在越南東南亞國家 他現在可能到非洲 到其他國家去 就是說他的 相對的北京的處理的對策 已經在不斷在擬定了 但是目前來講的話 對大陸來講比較辛苦 因為大陸經濟情況並不是很好 然後內部的情況 他的隱形債務 他的國家債務 現在高達GDP的103% 這是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川普能不能夠跟北京達成一個 最後的一個妥協的結論 然後進而能夠很快速的影響到 普丁的這個力量 這兩件事情 經濟跟俄物戰爭跟中國 這是綁在一起的 我們台灣剛好倒楣嘛 台灣剛好是我們第一島鏈的戰略前沿嘛 所以我認為台灣牌 將會是川普或是盧比爾這些人 首期第一段要打的牌 就打台灣牌 第一段就開始打了 因為他時間太短了 因為他任何措施都要花很多時間 來談判啦來醞釀啦 而且川普他還有其中選舉 所以他大概時間壓縮在兩年時間而已 對所以說他的那個 所以你看到他的那個 馬斯克他訂的時間嘛 就是在其中選舉前半年要完成所有的 這個政府的這種財政任務 但更重要的我覺得是他要立刻先解決掉 他個人的威望啊 所謂的美國總統一百天嘛 他在短時間之內必須要建立這個威望 老師台灣是到底是什麼位置啊 台灣你問懂嗎 來來來來 董事長先 台灣這樣子啊 我認為今天有第一個 我傳出幾個新聞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國防部現在準備要編列 7000多億台幣的這種國防軍購預算 的第一個謠言啊 我不知道有沒有確定 反正這個一直不斷 然後第二個我上禮拜看到那個 這個前這個印太司令的總司令 這個阿其利將軍跑到台灣來 拜訪了各黨跟總統 我覺得很快的這些退休將領就跑來了 然後第三個來講的話 你看到就是說川普有打電話 跟這個韓國總統 這個叫尹齊悅打電話 打電話談什麼事情呢 因為目前來講的話 全世界第一大所謂的造船第一大國家 是中國大陸 可是第二大是誰呢 第二大是韓國 而美國的整個國家的生產力 一般產品一般的工業生產力全面衰退 所以川普打電話給尹齊瑞談的時候 是要希望跟韓國的造船業合作 韓國造船業是三年前世界第一 兩年前變成世界第二 目前世界第二 所以原來一直很大 所以這個時候呢 那韓國的這個 這個就是大陸造船廠 現在改名叫韓華造船廠 買了一家就是這個在費城 在費城的一家美國造船廠 100%的併購的一家造船廠 所以我講的事情是韓國已經到美國去投資了 所以當韓國的造船工業 重工業全部進入這個美國的話 可以填補他原本想希望的 美國的這個重工業的這個空檔 因為你要按 我們有這個台積電的經驗嘛 你看美國人非常懶惰 美國的工人呢 他像美國人從這個高中畢業開始 就領這個社會救濟軍嘛 他不工作是他的常態 所以要靠美國人恢復他整個的這個生產力 非常困難 所以川普用的是什麼方法 就請韓國去幫忙 所以韓國已經去了 也買了一些買了造船廠 那我想什麼意思呢 讓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消息 就看到一個北京以前的一個 美國駐北京大使 叫包士可還是包可氏 這個名字我忘記了 反正這個人他昨天 前天講一句話 他說川普在跟對中在談判 在交易的過程當中 他會把台灣議題納入 換言之上川普會打台灣牌 川普會打台灣牌 他會拿台灣來交易 台灣是一個交易的標的物 那我想那兩岸關係裡面 或是美中關係裡面 有關台灣部分最敏感是哪一塊 軍售 沒有比這個更麻煩 你講台獨都沒關係啦 軍售是最敏感的 這跨紅線 所謂的中共的紅線就是軍售 那我想那7000多元買什麼東西呢 好我一看到不得了了 如果韓國的造船廠 到美國去設廠的話 那這個時候我就想到說 賴總統講的那七艘的潛艦 跟要買到的所謂的這個 這個宙斯就是省頓級的 這個軍艦的可能性假打 因為川普的個性的話 他不會去召惠習近平 他人就直接賣了 那賣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我們剛好我們就把護費也付掉了 所以我認為下一輪傳出來 我現在預測 預測就是說 由美國會製造潛艦來賣給台灣 那個潛艦哪裡來的 是韓國人造的 所以賴清德之前講說 要造七艘的這個潛艦 所以這樣看起來是可憲啊 大家就看一下 不是我那邊胡說亂講 Condivisa Rights 萊斯啊 他們翻成萊斯 萊斯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演講 他整個他把那個邏輯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這個事情 而且美國根本沒有準備 美國政府沒有感受到說 中共現在 就是說不是中共 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整個策略 的這個發展的可能性 所以沒有武力攻台的可能性 而且必然會在未來的一段時間 二十年三十年之後 他會變掉台灣 這是一個歷史的趨勢 因為美國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事情 所以我現在講到說 目前聽到很多的說法 很多像這些 盧比奧啦 像沃爾斯啦 包括川普的講法 剛剛照實講 最客觀的話 美國距離我們太遠太遠了 太遙遠了 他沒有感受嘛 對不對 那中國距離我們很近嘛 所以說一個是 一個是必須要的一個 一個歷史的所謂的 歷史的任務跟目標嘛 那所以說台灣自己要如何 在這個整個歷史的一個大的洪流裡面 找到我們自己的定位 那我們自己不要要脫離這些內政的困擾啦 不要再去搞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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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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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青年啊 對不對 搞什麼直播啊 搞行政院長在直播嘛 就是都搞一些這種非常這個不重要 對國家未來發展 對下一代不重要的事情 我們這個政府每天做的事情 都是對台灣的未來一點都不重要 最後那個趙老師有沒有要補充的 沒有補充的 剛才我跟剛才這個說法 大陸他統一啊 是他必然要走的啦 他必然要走的 但是他不需要用到軍事啦 對不對他不在於屈人之兵是最好嘛 所以他現在目前做的 那個Rais講的很對了 但只是如何來用非軍事的手段 來達到軍事手段 所要達成的目標 這可能美國沒有想那麼多了 學者講 學者有講 政府完全沒反應 而且我非常同意剛剛董事長講的 就是我們國內啊 坦白講的就是希望多把一點時間 都考慮這些大的這些問題啦 國內那些問題像 什麼柏瓜瓜 結婚了 這一天記者老實在問 我說結婚關我屁事啊 結婚他呢 你中間有沒有什麼陰謀 特殊任務 我說誰知道 他結婚他的事情 莫名其妙 我說多關心一點 台美中身邊 有人說這樣以後柏瓜瓜 可以經常來台灣 這樣子是不是有他背景 你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任務 他現在不是哪中國籍吧 那加拿大吧 英國還是加拿大 那個誰啊你是講哪 英國 柏瓜瓜 柏瓜瓜瓜 其他國籍吧 加拿大 聽說加拿大 加拿大國籍 當然只不過不能來台灣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吧 對 又跟中共呢 又跟我們 哎 反正搞了 我們就是這種沈柏洋啊 這種卡 沈柏洋啊 要準備相戰的嘛 哪有機會給你相戰 你現在是新台 黑熊部隊啊 打架連我都打不過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扶平皺紋 寬愧清稱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活膚露全俏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 動靈密碼 맞麗